南投人關心南投市 各位鄉親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縣政新聞 縣府今日舉行縣務會議 會中衛生局長報告疫情最新規定與施打情況 縣長李明珍特別提醒民眾 目前南投縣開放夜間施打第二劑疫苗 並有多元疫苗可以選擇 非常方便 希望能為打第二劑疫苗的縣民 踴躍加快施打腳步 縣務會議中 首先由衛生局長陳南松報告 疫情最新規定以及施打情況 听完報告后 縣長李明珍指出 南投縣疫苗接種率第一劑达到75.5% 但第二劑涵蓋率约60.1% 仍略低于全国的61.7% 目前已经结合医疗院所 持续加强疫苗接种服务 并且开放夜间接种服务 希望民眾赶快施打第二劑疫苗 县长在这边要呼吁 我们所有南投縣的乡亲 我们的疫苗 输打率 我们第一劑 已经达到70%以上 那么第二劑 现在我们南投縣的输打率是 60.1% 我们全国是61点多 所以我们还差一点多 县长在这边鼓励我们 所以县民还没有打第二劑的 尽快的去打第二劑 现在疫苗非常的充足 你要打AZ 打莫德纳 打BNT都有 所以县长这边 希望我们县民 为了自己身体的健康 希望大家都勇业去打疫苗 希望能够赶上我们全国的 这个61点多 我们现在是60.1% 希望大家勇业的来施打 另外林县长也指出 12月19号下午 民间亲子生态公园将热闹启用 当天卫生局也会提供疫苗接种服务 期待民众亲子同游欢乐体验 如果顺道接种第二剂疫苗 县府还会赠送小礼品 12月19号 南投县 蚝桶公园要来启用 当天我们也有请卫生局 在那边施打 县长也欢迎各位 如果你带你的小孩子 来博童公园 休闲来享受 小孩子的这种流发梯的 还有一些攀爬寿司的 如果带小孩子来这边游玩 你也可以顺便 把健康考带来 顺便我们那边有提供服务 施打疫苗的服务 你来打疫苗 我们还会送你一个小礼物 欢迎大家 永夜12月19号 到我们的南投县的蚝桶公园 也就是在我们热品公司的旁边 那么占地的四公顷 非常的大 寿司非常的完善 欢迎各位 把你的小孩带来这边游玩 县长非常的欢迎 会中也提到明年元旦之后 将有24个特定场所工作者 以及六大类民众 如为接种第二剂疫苗 将需每周自费快塞 或是PCR检测一次 才能够进入工作职场工作 所以希望还为施打第二剂的县民 踊跃加快 施打脚步 记者商清福 南投市采访报道 南投市